好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第一初一的第一课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了 帮同学们就是帮你们恢复记忆一下 好 同学们都有看到吗 应该有看到那个老师的那个变子数吧 都没问题 有哈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小和老师要放大一下 OK 我们来看 简单来看 所以我们先看什么是平面图 什么是地图 平面图就是所谓的像这样的 就是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从上面往下看 比如一个教室 比如天花板那边你往下看 整个窍失的情况这种就叫平面图了 有个概念什么叫平面图 然后呢 什么叫地图呢 地图上面同学们应该不会陌生 地图我们念地理的 常常都要会看地图 可能还会要画简单的地图 所以这个地图应该没问题了 所以当然刚才讲的 刚才平面图其实有分 所谓的平面图 地图有好几类 我们常常会看到 比如是帮屋平面图 多多看这个帮屋平面图 公园的导览图 还是什么 正趋图等等 有好多种 或者参加我们出门旅游 我们会拿一些的行程图 或者导游 导览图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属于地图类的 讲到地图的用处 当然地图用处非常广 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 所以地图的用处主要有什么 好 像地图用处呢 它可以让我们找出 所以这里是找出正确的地理位置 有的地图我们可以叫正确地理位置 比如你要建东西 你要修什么等等这些 我们都会用地图 我们都会用地图 来告诉人家你的位置在哪里 或者出门玩的时候 等等这些 我们也都要使用地图 当然除了找出正确位置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让我们大约知道 这个地方的位置在哪里 它的距离如何等等这些 所以地图其实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蛮重要 比如说现在 比如你只要去某某地方 你不懂怎么去的话 我们可以开West等等这些 可以用导览图 这些都是所谓的地图 它会把你从一个地方 带到另一个地方去 所以其实地图是非常的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 它不再只是我们地理上所学到的 日常生活中 其实我们都会用到 这下来呢 地图 有什么 学一张完整的地图里面 记得同学 一定有这几个要素 比如一定要指向标 告诉你它是什么方向 通常呢 你看黑色箭头指向的一定是北方 OK 然后呢 还要有 注记 你地图里面呢 比如标明的一些 号码 一些字啊 比如它什么河流啊 这个地方多高啊 一些树木啊 这些叫注记啊 注记 OK 地图里面所标的一些 然后呢 图呢 外面有一个框框啊 图框 然后呢 有些地图里面呢 会有一些的 图号啊 等等这些啊 那个叫图例啊 比如说 画这个代表什么啊 画那个图案代表什么 图例 之后呢 要有个比例词 scale 一个比例词 告诉你这个地图 它大概是多大的 OK 它的范围是多大的 所以这是地图的要素 这是一定要 大家注意一下啊 地图 还有这些要素 好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指向标 现在是考虑讲第一个啊 所以指向标呢 指向标其实蛮重要的 为什么讲它很重要呢 所以你看 这两个都差不多 但是你看你注意到吗 它的指向标 你看到吗 一样一个是这样 OK 一个是写 请写一边的 一个呢就正正的 看到吗 所以指向标不同的话 当然你的那个 某定点的位置方向就不一样了 比如像这个 我们如果以公路来讲 我们看我们就讲公路好不好 我们就讲公路 所以如果你的指向标呢 是这个 像话 OK 同学们你们看 如果你指向标是这个的话 那么能够去 能够告诉老师 你们打出来吧 那么这个公路是什么方向 这个公路是属于是应该是什么方向 对不对 对很好 没有错哈 对没有错 那么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 我们看另外一个 看到吗 这个指向标正正的 那么以这个来看 它的公路是什么方向呢 它的公路是什么方向呢 OK 同学们有说 有南也有东南 所以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东南 好 就是正确是东南 这边你看啊 因为这个 如果南的话 除非你的公路是这样 直直下来 那就是南 现在你看到公路 它是这个方向 看到吗 所以呢它是这边 所以正确的这一题呢 它的公路方向是什么呢 是东南 OK 它是属于东 属于东南 所以这个公路是属于东南 所以你们注意到吗 指向 就因为指向标方向的不同 所以变成 都是公路 你看看起来都 哎 方向都一样啊 但是因为指向标的不同 所以呢 那个方向 公路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所以指向标其实是很重要啊 所以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们注意一下指向标 啊 了解吗 好 接下来呢 就 怎么看 土力 这是图里面 它所画的东西咯 比如用来表示河流 建筑屋 各种地理 事物的符号 或者是一个注释 当然图义呢 包括了 自然的 它不是人为 不是人去做 不是人去种的 本来就有的 或者人文 人文是人为的咯 人做出来 人种出来的 比如说 你看比如说这个看到吗 这就是土力 所以在地图里面有这一些符号 所以你看这些 里面呢 像 啊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一下 像红树林 是自然的 还是人为的 红树林是自然的 还是人为的 自然哈 那么啊 比如说 由衷呢 由衷是自然的 还是人为的 由衷是人为的咯 所以 没有错 好 所以你看这些呢 所谓的 土力里面呢 它就有分 有些是自然的 本来就是有的 不是人去种 也不是人去做出来的 这个叫自然 人为当然是跟人有关的咯 我们做出来的 我们就种了 比如像由衷啊 橡胶啊 水稻田啊 这些的庙宇啊 教堂啊 都是人为的 而且这些都是属于土力咯 就是 他在地图里面 他会画出来的 注记是什么呢 注记是在地图里面呢 我们标出来 ok 他写的文字 他在地图里面 他写出来的文字 ok 他写出来的文字 他没有画图 但是他写出来文字了 比如说 警察局 他不写警察局 他写什么 BP 他用BP这个 这个字眼 他的Ladang LDG Skola Sek 除了这些字 有些呢 地图里面有看到有号码 你看到有号码 还有 有那个数据 有号码 不然呢 有些呢 他会 就是写高度 他会用一些高度 然后老师 学另外一个 我学一张图片给你们看一下 那就是 我主要是告诉你们 什么是注记 注记 好 同学们 有看到另外一张吗 另外一张 老师share的 有看到吗 有吗 好的 好 这里呢 老师主要是告诉你们 那个注记了 然后 要翻大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图里面 所以你看到吗 他有这个号码 20 40 60 80 所以他在图里面标出这个号码 告诉你这个地方的地形的高度 看到吗 还有Skola 有没有 Short form Skola Gampong KG Gampong 等等这些字 所以在这个地图里面 所标出来的号码 一些字 Short form 或者这个 什么15.2 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 所谓的 注记 这些就是所谓的注记 地图里面也有这些注记了 所以刚才讲这个 底下这个就是土力了 刚才我们讲这个 有画出来有图案的 就叫土力 那些写出来的文字啊 符号啊 就叫注记 所以OK 我们就回到 书本这个电子书 好所以这个是注记 可以 这里老师 这边提一下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地图呢 你会发现它有不同颜色 所以颜色有深浅 所以不同 就是所谓老师所谓的 不同颜色 颜色有深浅 比如蓝色 深蓝浅 一般上你们记得 颜色越深 它的代表的数字呢 它的数据就越大 越高啦 地方越高啊 那个地越深啊 又或者是 比如讲这个 语量啊 越多啦 等等这一类的 总之颜色越深 你看它的号码 它的数据就越大 OK 越大了 所以这是它颜色深浅 然后呢 一般上如果说 我们看到有绿色啊 蓝色啊 啊 跟那个 蓝色啊 一般上绿色呢 就代表平地 OK 如果是蓝色 巧克力色呢 代表高地 高山 如果蓝色 当然代表海咯 当然海 你们有时候有看到海 也会 海那边也会有深蓝 浅浅浅 那海就比较深啊 比较浅 然后选择是颜色 深浅也会 也会呈现在 地底面啊 好 接下来呢就是 比例词 好 比例词也很重要 因为呢 当你在 你在算距离啊 算那个面积的时候啊 就会用到比例词了 所以你们要会看 比例词要会算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比例词 所以它有几种呢 所以第一个 你看到吗 文字是 就是用文字 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OK 用文字写出来的 比如说 直接你看 比如说 这个 1cm 可是代表它真实 距离 它真正的距离 是1cm 所以这个是文字式 另外一种呢 叫做分数式 一般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形式来表示 我们会用这种形式来表示 这种叫做分数式 这种也有啦 这种也可以 但是 老师所看到呢 这种比较少出现 比较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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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式 然后第3种是直线式 直线式是哪一种就这样 这个或者这种 直线式 这个同样的这个呢 一般上呢 通常因为这个图是把它放大了 一般上 一般上这个距离一定是一个cm 一般上 就是你们的 那个 图上的距离一定是1cm 所以1cm呢就代表它这里是1 1cm不代表真正的是一个 Km 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直线式 所以你们除了会看以外 你们记住的同学们 你们要会换算 一定要会换算 一定要会换算 你要会怎样换算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然后他们自己来看 因为呢当你们在做读图解图的时候 你们会用到有些题目要你们 找出 距离啊 找出面积啊 等等这些 你们一定要会换算 我跟老师 我就直接拿这个 例子来讲 比如说他原本 他说 1cm OK 代表一个米的嘛 给1米1米的嘛 所以现在呢如果 这是文字式对不对 还写不用文字写 然后这文字式 首先我们就把它换成啊 啊那个分数式 就是1米多少的 所以你换成分数式的时候呢 第一步你们记得 所谓的单位 unique一定要一样 这个是cm 这个 你要把它换成cm OK 1m 不要换成cm 所以你们就心里想 1m 有多少个cm 所以1m 同学们 有吗 有 有人 能够表达答案吗 1m到多少个cm 100哈 OK好 所以 看到吗 1m就100个cm 了咯 所以这个就你知道了 是100cm 好所以你看 这个是cm了 不要动啊 造写 cm 就代表了100cm 最后呢 cm cm 删掉它 所以最后你看到吗 就换成分数式就是1比100 所以这个就叫做分数式比例尺 换好了咯 从文字式变成分数式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从文字式变成那个 直线式就更容易了 他就讲 1cm啊 图上 1cm 代表真正的一个meter 是不是 所以这里 你就画了用你们的尺咯 这里就量 1cm OK 用你们的尺 这边是量1cm 1cm 1cm 那么真正是代表到 1米的 这里也是1 看到吗 这里也是1 后面就要写米了 如果再多1cm 有2米的 再多1cm 就这样换算 这是从文字换算成 分数或者直线式 那么另外一种呢 如果是分数 看到吗 1比 这个 这个 这是分数式 换成文字 跟那个直线式 也可以啊 所以你看 这个是 分数式 对不对 所以 刚好是讲过了 分数式 他们的单位 一定是cm的 所以你看 1比 20万 所以 这个已经是cm 等下还是把字节 拆掉 好像 好不然你们很乱 好 好这个啊 记得 他的 这个单位是cm了 所以这个单位也是cm 他已经 只要是分数式 他换成1比多少了 这个单位都是cm 所以现在你要做是1cm 不要动他 造就 我们就要把这个换 OK 我们就要把这个20万呢 换成什么呢 啊 一般上我们换成km 把这个整个20万换成km 好所以这里 同学们记得哈 1km 你们要记得这个 1km有多少cm 来我问同学们 谁能够回答 1km有多少cm 嗯好 我有看到有很多 对啦 没有错 OK 好 1km有 这么多 1 2 3 10 5个0 有10万个cm 没有错 可以记得哈 1km有10万个 你们直接记得这个好了 因为考试要 我们要省时嘛 我们快 我们直接记哈 别个个就算 所以1km有10万个cm 所以现在呢 你要把这个 20万换成km的话 除了 OK 20来继续除 这个10 除出来以后就是2嘛 对不对 所以 ECM 代表了 2个km 看到吗 所以就出来了咯 ECM代表 2个km 就换算了咯 所以你已经换算好了 换算 换成直线式的话 就直接咯 同样的 2ECM 但是真正代表 2个 2 km 公里是km咯 再来 如果再多一个 2 就变成 4个km 好所以这个是从 那个 分数式换成 其他的咯 OK 接下来 OK 这是从 最后这个 这个指线式 换成 文字式 跟分数式 所以指线式 刚刚自己讲过 一般上 这个就是ECM 所以ECM 代表 10 看到吗 米 10m OK 所以这个是ECM 就代表 10个 米 好 所以直接写 ECM 代表 如果写 ECM代表10 你看到吗 直接写 就好了 如果是换成直线式的话 所以 换成分数式的话 我们就要换 换单位了 所以这个CM不要动 所以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M 有没有 换成 CM OK 把M换成CM 所以 1M 是100个CM 所以10 这里 传上100 所以等于 1000 所以这里就是 ECM 就代表了 1000个CM 好的 所以CM CM 删掉 删掉 1比1000 看到吗 1比1000就出来了 好 所以这种 一定要换算 你们一定要换算 这个东西 因为我讲过 当你们在测量距离啊 量面积时候呢 你们都会要用到的 OK 都要用到 好 所以这个是比例词的换算 然后这里呢 注意一下什么是大比例词 什么是小比例词 所以它的重点在这边 OK 等一下 它的重点 我自己给你们看重点 就像这个 第1章 1.3a 这个图 OK 1.3a这个图 看1.3a 跟 1.3c这两 这个图 看到吗 好 所以这个呢 所以1.3a那个图呢 刚才讲了 它的 它的范围没有很大 它的范围没有很大 它没有很小气 它只是大概标出 它只是大概标出 吉隆坡在哪里 看到吗 它只大概跟讲吉隆坡在哪里 它没有很详细 不要说吉隆坡里面有什么 好所以这种呢 我们叫它什么呢 这种呢 是属于 这里有告诉我吗 是小比例词的 这种是属于 小比例词的 地图 看到吗 1.3a是 小比例词的地图 画的 比较小 内容很简单的 你记得 内容 只是很简单的跟你讲 一个地方在哪里就好了 一整个大地图 很简单的告诉你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的位置在哪里 很简单的 没有 没有再另外补充 所以这种是属于 小比例词地图了 表示放人的就是 很简单的 像1.3 像1.3这个呢 就很详细的 告诉你 KL里面有什么路啦 什么建筑物 它就 很详细的标出来 你看吗 这种就很详细的标出来呢 这种就是属于 大比例词地图 OK 这种就属于 大比例词 看到吗 大比例词地图 所以它内容呢 就很详细 看到吗 内容 记得内容很详细 就是大比例词地图 内容只是简单的跟你讲 它在哪里 在整幅地图的 哪里 那个就是 小比例词地图了 好 所以这个你们 就是要了解一下了 记得一下 好 所以当时 第一课呢 重点大概大致上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课 好 淀浪 好 淀浪 好丝浪 所以测定方向有三种方式 当然第一种是直接拿来用罗盘 用Compass用罗盘 相信同学们应该都有用过了 所以这个直接告诉你东南西北 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真的有些更详细的都有 这个罗盘法不多讲了 第二种叫做方位脚法 第二种是方位脚法 这个同学们就要知道一下 是怎样的方位脚法 这个方位脚 所以你要注意看题目 是叫你搞方位脚 还是叫你搞向线 就要看清楚了 如果是方位脚 一般上就是 总之就是比如说 这是你的位置 这是某一点的位置 某一点的位置 这是这个点 这个点 所以上面一定从零度开始 零度是北 一定从零度开始 按照顺时针方向 比如说你另外一个点 假设到这边 你就点到这边 所以你就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然后你从零按顺时针方向 从这边转到这边 所以你就找出这边 用你的两脚去量 看这里全部几度 从这边到这边 零到这条 比如说这条线是A 到A几度 假设 假设算出来是223度 所以那么这一体的方位脚 A在这个比如说B A在E的方位脚 就是223度 所以这种叫做方位脚 就是从正北零度开始 计算到你的那个点 全部多少 所以这个叫方位脚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叫做向线 向线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种是向线 它比较不一样 向线比较不一样 老实讲的朋友们 你们做这个时候 要注意它的题目 看它是叫你找向线 还是叫你找方位脚 如果是向线是怎样 你看到吗 第三个字是向线法 向线法也是一 它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呢 你看这边 看到吗 正北是零 它的南也是零 它的东是90 它的西同样是90 所以你看它只有零到90 向线没有91 没有百二 没有百八 也没有360 所以它只有零到90 然后它比较只有零到90 比如说现在有两个点 好 假设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OK A点 B点 好 假设老师题目 我说B在A的向线是多少 我说你B在A的向线是多少 好 所以B在A嘛 所以A是我们的中心 B在A A是我们的中心 好 以A为主 从A我们看过来 B这边 从A就看过来 B这边 所以刚才讲过 所以A是你的中心 所以上面这个里是北 零度 这条B线 我们是以零为主 零是北跟南 所以你看这个B 这条线 它比较接近北还是南 同学们 有答案吗 我们看这个图 它比较接近北还是南 这条B线 它接近北还是南 接近南对不对 好 它接近南 当然等一下肯定的 你的答案一定要先写南 因为它靠近南 因为我们以零为主 北跟南里面 这条线靠近南 所以南 接过后 你去用你的两脚气 OK 你就摆 你就摆你的两脚气了 两脚气呢 因为这里南是零 所以那两脚气呢 大概就 大概画一下 就这样摆 所以零对准零 这边是零度 你就看 来来来来 到这边 几度 到这边几度 假设 假设你去量 OK 可是你去量呢 是六十三度 假设你从这边量 这边是六十三度 对几十三 所以另外一边呢 南干已经西好了嘛 所以这条线的 另一边呢 就是西 你看到吗 另一边是西 好 所以就 南六十三度西 所以这个就叫做向线 这个就叫做向线法咯 它跟方位脚 比较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 要注意一下哈 所以这种叫向线 它的方式就是这样 好 OK 好 接着了 OK 现在至少在地图上找出位置 OK 找出位置了哈 用四位数或者六位数 找出那个图网缩影的位置了哈 好 讲到这个图网缩影呢 当然 首先就是 你们要懂两条线哈 一条呢 这个我们所谓数的线有没有 我们所谓这个 直的线下来的哈 阿数的线 我们这个叫做东网线 OK 这条线叫东网线 直的 所以你看底下 它的号码就下面 你看 这条线是04 看到吗 这条线是05 这条线是07 OK 对 这个是东网线 除了东网线呢 我们当然还有所谓的北网线 北网线是横的 比如这条线 32 看到没有 32 这条线看到吗 横了 OK 这条线33 底下也有这条线 看到没有 横了 31 对 横了哈 叫做北网线 竖的叫做东网线 然后呢 当你在写图网缩影的时候呢 千万同学们要记得哈 一定要先写什么呢 这边我看 一定要先写东网线 看到吗 要先说出东网线的数字 然后再写出北网线 OK 要先写 我们所谓的 横下的号码 04 05 06 07 08 过后呢 才写31323 34 先写东网线 先写数的线的号码 然后再写 横的线的号码 好 这个图网线呢 它有两种 一种呢 是四个号码的 一种是四个号码的 四个号码呢 它是用来表示什么呢 大概告诉你这个地方的位置 大概 大约的 大概的 它没有很准 它只是大概告诉你 比如说 邮政局 看到吗 邮政局 邮政局 如果你要告诉人家 它在哪里呢 如果只大概告诉人家 它在哪里 通常我们用 用整个格子的这个 以下这个西南点 可以我们用这个点 看到吗 这个整个格子嘛 我们用以下这个点 然后你就往下看 它下面什么 好吗 18 看到吗 所以它的动网线是18 然后呢 它的背网线呢 对过去 它背网线是23 所以这个图书馆呢 哎 对 这个图书馆呢 邮政局呢 它的图书馆呢 就是1823 就1823哦 就比如说 我们拿另外一个字 比如说 一燕好不好 好一燕 同样一燕在这整个字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 告诉人家 它的那个 图书馆呢 用同样用这个点 看到吗 来用底下这个点 看下面的号码 所以一燕就是 15然后呢 背网线是22 OK 1522 就是这样 好 这个只是大约 告诉你说 那个 它的位置在哪里 有四个号码了 OK 如果是在问你们 同学们 你们能够告诉我 说 2022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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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是工厂对不对 好对 有同学告诉我了 工厂 对没有错 好 所以这个四个号码 就是大约 大约告诉你们 这个是什么 位置在哪里 给这次来 我们看 另外一种呢 它可以很准确的 它可以很准确 它可以很准确的 告诉你 一个地方的位置 所以这个很准确的话 它会要用六个号码 然后它又要用到六个数字 比如它一四五四二七 看到没有 刚才我们只用四个号码 现在呢 我们要用六个号码 OK 这六个号码的 所以这个呢 它可以比较准确的 告诉你 OK 准确的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位置在哪里 同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要先写东往线 然后再写北往线 比如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要说A 好不好 假设我们看A 假设我们现在讲A 我们看A 好了 所以你看A 它是在一四跟一五之间 一四跟一五之间 所以当时它不在一四 它又不在一五准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一四跟一五呢 分成十个等分 里面分成十个等分 如果准准这条线就一四零 一十一 一十二 一十三 一十四 一十五 一十六 一十七 一十八 一十九 到一五零 这样 OK 你分十个等分 分好以后 你就把这个拉下来 就看它大概在哪里 所以 按照这里的看 大概是在 一四五 一四五 同样的 北往线也是一样 十二跟十三之间 也是分十个等分 OK 四二零 四二一 二三 四五 这样 所以呢 但看起来呢 应该在四二七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它东往线 一四五 然后北往线 十二七 一四五 所以这个可以很准确地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位置在哪里 好 所以这个是六位数的 如我说一 六位数的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这样 这次来测量距离 OK 距离 当然 我相信你们老师应该都教你们了 小时就是很简烈 在过就是你们去量了以后 OK 你可以拿你的线 然后去量 量以后记得 要放在你们的那个 刚才讲的比例尺 比例尺里面去 看它真正的距离 所以你们在图上量 只是用cm的 这个cm呢 不是真正的 你要看它这个底下 这个所谓的比例尺 它是多少km 或者多少m 等等 谢谢 所以这个你们 一定要就 一定要放在那边 去测量 刚才那个是指线 如果是曲线的话 可以用线 用指线 最后呢 就是测量面积 如果你的图形 没有一定的 就是它的图形 不是四方方 然后凹来凸去的 凹来凸去 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就 首先呢 这个你们就要注意了 所以刚才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那个scale很重要 就是这样 所以像这个 像这个呢 你最后用到 比如说像这个 看到吗 1比5万 你看到吗 看这个 1比5万 可能这个人 你们觉得 什么意思 好像有点看不懂 首先你们换 你们就把这个换 你们换成 你们看得懂 比如说1 刚才讲过 刚才告诉过 这个是cm 这个也是cm 对不对 所以你1cm 不要动 比上多少呢 这个是5万 所以刚刚老师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也告诉 我也问过你们了 1km 我刚才讲 有10万个cm 对不对 1km有10万个cm 现在5万的话 就相当于 多少km呢 同学们 多少km 0.5 0.5啊 ok好 对0.5对了 1km是10万 你说5万的话 当然就是0.5 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表 呈现就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scale呢 就是1cm 1cm代表 0.5km 这就是它的scale 好 所以表示说 这个突然这个格子 都是1cm的 ok 这个格子都是1cm 这个呢 也是1cm 那么代表0.5嘛 所以这个是0.5km 这个呢 也是0.5km 现在我们来找出它的面积 它的area 面积就是 两边的场 ok 0.5乘0.5 就等于 0.25km 2 ok 0.25平方 好 你已经算出来了 整个格 是面积是0.25 你现在 你下一步就算 它里面到底有几个格 所以我们先算完整的 它打勾了 完整的50 完整的有15个格 对不对 打勾的有15 ok 接下来呢 它就好像往拼图一样了 自己把它拼拼拼凑凑起来了 大概拼起来了 你把这个点大概拼 比如说 这个配这个 1 然后这个配这个1 比如说 这个配这个2 比如说 2 然后呢 这个3 然后4 5 5 这两个就6了 6 大概7 大概拼起来 大概拼凑起来 然后 就是大概7个了 ok 所以45加7 大概就22个格 所以你有22个格 一个格是0.25 你22个格 你就拿22 你乘上 0.25 km2 好 所以你就拿22乘0.25 然后最后答案呢 就出来了 看到吗 看底下 我们看底下 ok 所以22乘0.25 所以大概呢 这整个图 就是5.5了 看到吗 给答案这边 所以在这个刚才的 例子 整个就是5.5km 所以如果他的图 没有一定的规格的话 就是你们以这种方式 来计算他的面积 所以刚才我讲 这个的时候呢 他的 历史就很重要 你要换成 比较容易看的 比如像这个 1cm 代表 5.5km 要不然 以你 以分数式来看 比较难看 可能有些同学 一下子转不过来 ok 好 所以这个是 命迹了 好 所以第二课到这里 我们再看第三课 好 第三课呢 所以 大概这个 给你们讲 重点在哪里了 因为很多时候 是同学们自己要去记 所以比如像这一个 好 好 好 所以这个 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的放入在哪里了 我们马来西亚在整个世界地图里面呢 我们的范围是到哪里 比如这边也告诉我们是 东京 100 ok 我们的精度 100 就是100度 你看马来西亚这边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颜色比较深了 好 100度 100度 1 ok 100度1 到这边 120度 1 ok 东京 好 这是我们的精度 那么我们的纬度呢 就是1度 到7度北 ok 1度到7度北 1度在这边 1度 北 就是North 7度 就是那个上面 7度北 好 所以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范围 ok 我们的近尾线的范围 好 所以这个呢 你们 同学们来去注意一下了 好 这个 马来西亚 就是我们在世界地图来讲 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是在 这边 ok 看完下 我们就小小的 就那个范围 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谁 然后这个你拿去讲看一下 我们周围的邻居有谁啊 有什么海域啊 等等这些了 ok 这个内 没有讲过了 然后 这个 ok 好 这里老师要 要 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是热带国家 所以我们是四道星期 我们学热带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种 我们的 我们的农作物啊 我们的植物是全球最多的了 热带的嘛 ok 然后呢 我们 这本书写没有地震 可是 现在呢 我们沙巴 东马沙巴已经有地震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讲 它没有地震了 所以地震了 不写了 我们没有火山 也没有台风了 ok 这两个还是没有 但是地震就 我们就发生了地震了 ok 所以这个呢 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要靠同学们了 好 你看到吗 这个呢 我们就要靠同学们去记了 我们各大州啊 每个州府啊 这个 这个要靠你们 你们一定要记哈 我们是三个州 然后每个州 州府是哪里 叫什么名字 拿三个联班纸下去 等等 ok 这个一定要记得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看 真的来看呢 就是我们的地形 像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地形呢 其实很好记 很好认的 你们只要记得西马 ok 你们只要看 那边 马来西亚半岛 那边哈 马来西亚半岛呢 我们的山 你可以注意到吗 我们的山都在里面 看到没有 我们的山都在里面 外面呢 靠海这块呢 都是冰原 ok 外面靠海 你看都是绿色 这是西马 那么东马 沙巴 沙老叶呢 其实也没有 很难 ok 沙老叶呢 我们的山都在内陆 ok 沙老叶 我们的山都在内陆 沙巴也是一样 上面的是沙巴 ok 上面是沙巴 所以我们的山 也是在内陆 你看沿海的 你看马来西亚地呢 沿海都是冰 所以我们的山呢 都是在内陆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你们要有一个概念 然后ok 我们的山 这是我们的山呢 一些重要的山 所以你们要去记了 所以我们的山地面积呢 比较 比较 比较多了 我们的整个马来西亚山区呢 占有40% 所以一座平原区呢 大概40%左右 我们的山 这边有一些重要 这里有做散败了 其中呢 如果讲话题目问你们 全马 整个马来西亚 最高大的山脉 最高的山 那个就是在沙巴 ok 在沙巴的那个 金纳巴鲁山 ok 它是在克罗克山脉 如果题目说 那个马来西亚半岛 就是西马那边而已 西马那边最高的山呢 它是 在哪里呢 就是大汉山 大汉山在B这个地方 大汉山脉 如果最长的山脉 就是这个 最长山脉 就是 比题王沙 比题王沙是 这个 山 然后他比题王沙呢 最高的山脉 那个就是 哥布山 好 所以这几个重点 好 所以然后呢 这些 然后我们有洞穴 然后这里我们有两个洞穴 比较出名的 一个呢 是这边 你看这个是 在沙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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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一个呢 这个灰色的是文莱 灰色的是文莱 灰色的是文莱 所以呢 这个文莱 这个文莱 像的这个是木路 这个是木路 看到没有 木路 木路 其实我们 它这里还有个洞穴 靠近梅里的 这边其实还有个洞穴 靠近梅里的 这个看到吗 这个是叫做 尼亚 我们叫做尼亚 这个是尼亚 这个是小一个 这个只是死云 它也是属于木路 所以如果讲洞穴 它是死灰岩洞 我们马来西 除了西马的黑风洞以外 所以东马的 沙老月就有两个 然后一个在文莱 文莱 底下那个就是 木路 木路洞 另外一个呢 就在旁边 这个是尼亚洞 所以在你们书上没有标 我告诉你们 这个是尼亚 尼亚 尼亚洞的这边 他们都是属于死灰岩洞穴的 我们的平 我们的平原区 我们的平原区有这几个 这几个比较出名的 鸡兰干三小兆 种水稻的 或者种一些农作物的 鸡兰平原也蛮重要的 所以这些比较重要的 你们记得自己要去记得 因为这些都是有更重一些的 比如像许到等等这些 都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地形的重要性 就是地形有分地 地高地嘛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要去看一下 当然是森林之源 当然是森林之源 所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木材了 OK 水能之源就是主要是 因为我们的河 河的上游 OK 河流的上游 有发电的潜能 所以可以在河上游 建水坝 用来水地发电 OK 水能之源了 然后农业用地呢 刚才讲过我们的地 低的也有高的嘛 如果是低地 就是种水稻 比如像极打平原 OK 如果是丘陵 就种油种橡胶 就是比较低地 也如果是比较高山上呢 像金马轮啊 OK 西马那边有金马轮高原 Cameron 我们东马沙巴呢 就有那个 昆达山 昆达山 就在沙巴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 主要是耕种的 种种一些温菜 温带的蔬菜 植果的 主要是耕种的啊 所以旅游也是一样啊 旅游我们可以去 Junker hiking啊 就森林里面啊等等 观光教育旅游啊 或者去洞穴 然后就讲要去木路 去黑风洞 去尼亚洞啊 或者去那个木路 石林啊等等 可以发展旅游业 这些 好 它都是旅游资源 当然有些呢 我们有高山清新的空气 当然我们有靠海的海边啊 海湾啊 比如说 波德森海边 OK 波德森海边 跟沙巴的 西巴探岛 是潜水的 OK 有很多很美丽的珊瑚的 啊 啊 那个波德森大概就是在 在这边啊 波德森大概在这边 OK 西巴探岛在那里呢 大概在底下这边 在沙巴的 因为沙巴它在口头 它的嘴巴底下 接着里面倒在西巴探岛 它是主要的潜水的哈 可以浮潜 潜水的一点 很出名的 然后呢 如果你整完全平地 就建设为市镇的话 比如说 巴探 鼓鼻 等等这些 然后呢 这个图也很重要了哈 所以这一个 河流 马来西亚水系也分布 每个河啊 火锅的啊 他们的作用等等这些哈 所以这个你们继续看哈 然后河流的用处 OK 淡水啦 水能自研发电盖两天水吧咯 以下咯 内陆水运咯 比如内陆水运就讲的那个 特别重要是 沙巴跟沙老叶 跟沙巴跟沙老叶的内陆水运 因为我们沙巴沙老叶呢 陆路我们不发达 陆路交通不发达 因为我们很多招着地 很多山脉 我们坐路很困难 应该坐路很困难 所以因此呢 对沙巴沙老叶来讲呢 水路就很重要了哈 比如说沙巴的 有金纳巴达岸河 OK 然后对沙老叶来讲呢 就那个 什么辣烂浆 你看看到吗 沙老叶的辣烂浆 这条 OK 这个沙巴的金纳巴达岛 这两条河非常重要哈 对内陆水运来讲 还有 娱乐 康乐 或者是作为国界 OK 作为国界 或者是州界 国界 比如说 戈乐河 戈乐河 懂这案里吗 同学们 戈乐河是泰国 跟马来西亚的界线 你看这边 你看到吗 这里还没有写 看到吗 这边 灰色 跟西马之间 跟金纳干这边 对 刚好 就有一条河叫 Kerlund河 这就是国界的咯 把马来西亚跟 马来西亚跟泰国 分开来了咯 国界 我们还有一个 本南河这边哈 Kerlund河 这个是州界 他是把霹雳 跟雪兰河 分开了 我们有州界 州界 好 血缘的污染 好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看了哈 这个 因为内容 大致上都有 所以只要预防土斑 这个很妙 对 土斑会怎样 为什么会土斑 然后这个整个土 就告诉我们 一定要有树根 一定要有树 有树根 他就能够 拱固那个 泥土 让他不容易 本不容易 流失 OK 树跟草 是很重要的哈 不要惨看了 然后怎样一番土斑 OK 所以这里有 有四点哈 所以同学们可以自己阅读 好 我们看第四颗 我们是属于什么气候 我们是属于赤道型气候 看到吗 我们是属赤道型气候 高温多余 然后这里哈 我们的雨量 一年两千 就是三两千到三千之间的哈 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降对流雨 对 降对流雨的 然后什么是对流雨呢 一般看就是所谓的 中午或者下午 很下的雨 因为早上或者前 可能前几天不下雨 很热 所以那个水气慢慢 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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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一定以后呢 就形成了寄云 所以水气都累积累积累积 到一定要重量 有重量了 所以那个水地就会往下降了 那就忍了往下降 那就下雨了咯 所以这种就叫做对流雨 所以一般上呢 它会发生在热天 或者是中午下午 常常下的哈 就有点对流雨了哈 通常这种雨呢 一下子下雨是很大的 我常常会打雷闪电的 不过呢 等它下完以后呢 它就OK了 OK 它就雨不停了 那就对流雨了哈 然后我们的温温度呢 算蛮高的了哈 27度左右平均 像这个你看 Average 大概有低高一点点哈 我们只我们低跟高下差一两度而已 所以平均是27度 然后我们的年温差很小 所谓的年温差就是 一年当中最高 简单一年当中最低 我们的年温差大概只是一度到两度 非常的低 你看我们的温差好像小哈 一度到两度而已 OK 然后影响气候的因素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温度因素 因为你记得 马来西亚看到没有 这个图片 我们在低纬度地带 因为太阳光的紫色 太阳光紫色 所以我们呢 光热很集中 所以我们的气温就很高 所以我们气温自然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很热了哈 所以这个叫纬度因素 因为我们在低纬度 太阳照射很集中 所以我们就很热 然后呢地形当然看了 第四高地的 然后像金马轮啊 云顶啊 富隆港啊 昆达山 这四个是代表性哈 这四个就是属于 比较高山形的 比较凉闯的地方的 所以这里哈 所以这里输上 金马轮云顶 富隆港 其实还有个昆达山哈 沙巴昆达山 也是属于这种的 实际上是比较 就是温度 比较凉闯 十多度这样 散冷气房的温度了哈 好 所以当然地四低 就像老师住的美里一样哈 你们住的KL啊 还是什么地方一样的哈 都是比较低地 然后比较有热咯 然后呢 这里啊 讲到雨量呢 所以记得一下这两个了哈 一个是瓜拉比劳 雨量是最少的 OK 一个是哪里 雨量是最多的了哈 所以影响 我们的雨量 就是跟地形了 高地了 还有跟风向 风 这个风向有关 所以讲到风向有两种 一个是蓝色 你看这个叫东北季风 好 东北季风呢 是11月到3月 每年的我们所谓的年尾 天年通常常下雨 OK 就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OK 所以你看 这个半岛的东海岸啊 沙拉越内陆就很多雨咯 因为雨直接打过来嘛 所以一般看这种呢 都是属于那个地形雨 应该是地形雨了哈 为什么 为什么是地形雨呢 因为跟我们前面 刚才前面讲 我们的山 看到没有 我们的山都在里面啊 你看就是 西马的那些山都在里面 你看我们沙拉越的那些山 都在里面 沙巴的山也都是在内陆哈 比如我们看西马 所以山都在这边 那么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这里是山 所以呢 那个面向海这一面呢 当然雨水就比较功夫咯 背向海这一面 你看后面这个 背向海的 因为被山阻挡了 所以你看这一面呢 没有什么雨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山在中间 OK 把它挡住了 所以面向海那一面 雨量超多的 雨量超多了 所以这里也是啊 因为沙拉越内陆都是山嘛 所以风过来的时候 所以你看这一边的雨量呢 是很多的 好 OK 所以那个这个就是 跟东北季风有关系 那么六到九月呢 是吹西南季风 六到九 OK 底下这个哈 底下这个就是西南季风 就是六到九 所以西南季风来的时候呢 然后西南季风来的时候 所以因为这边 我们会得一个 苏文达拉 OK 苏文达拉 一年苏文达拉 所以西南季风 那去过来的时候呢 很多雨是呢 被苏文达拉 给挡住了 所以你看西马这边 没有什么雨了 因为这里有个苏马特拉 苏马特拉呢 西南季风一来 它就在苏马特拉这边下了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边 整个西马 没有被挡住了 然后总是它被block掉 被挡住了 所以雨量很少了 我们同样东马也是一样啊 过来的时候 也是被底下加里曼丹 底下是印尼的加里曼丹 也是被挡住了 OK 所以你看我们的雨量也是很少 所以一般上呢我们6到9呢 没有什么雨 我们比较过雨的时候 就是1月到3月 OK 东北季风多雨 西南季风就少雨了 然后OK地形 OK这里注意一下概念哈 地形一般上呢 是在东北季风 跟西南季风下的了哈 然后苏马特拉风暴呢 像我们东马就不会发生了 可能你们就西马的同学哈 你们就在巴生 在新山一带 可能你们有回忆了哈 我老师是没有我没有遇过了哈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 但是这里的说法是 常常凌晨会下大雨啦 会打闪电啊等等 但是他只是在5月到8月而已哈 就是在这一带 发生到新山一带 其他地方是不会的 气候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因为我们有滴滴 有热带 所以比较热 我们可以种很多东西咯 长野都可以更种 然后我们有阳光 就该讲长野更种 而且呢 我们的热带雨淋等等这些的 圣灵种类非常的繁多 也是全球最多 5种最丰富的了哈 如果像昆达山啊 金马轮啊 啊这些地方哈 就可以种植一些温菜的蔬菜 温带的蔬菜水果咯 两种地方咯 然后呢我们 炎热嘛哈 所以外国人最喜欢来这里 来来来他们来过冬啊 OK 然后他们遇产也丰富咯 还有就是啊 比如盖点年味 年味哈 西叶大山叶 很常一些地方呢 会有大水灾啊 要不然呢就是热埋啊 每次到印尼 克里曼丹 印尼 要不要烧吧 所以那热埋呢 因为受季风影响 会去到我们马来西亚来 所以我们就很遭殃啊 OK 好 所以这些呢 当然会影响我们 啊 OK好 第四个我们看第五个 森林 我们呢这里有啊 大概四种到五种森林 好所以我们记得第一种森林呢 好 好 等一下就放大 先放大 好 好 所以第一种森林就是我们的热带雨林 所以就是该讲啊那些山脉 主要在那些啊 刚刚我们讲那些山脉的地方啊 OK 就是我们的热带雨林 就是比较低的地方 三脚架啊 就是我们的热带雨林 第一种 OK 我们的所谓的赤道雨林啊 所以赤道雨林呢 因为树木很繁多 所以记得它有分四层啊 底到高 地表层 灌木层 树灌层 跟突出层 比较重要是突出层 哎 对 比较重要是树灌层 这个啊 注意一下树灌层啊 啊 也突出层只是给一些高大树木 他刚刚啊 树灌层呢 因为叶子太茂密了 叶子太茂密了 因为每个树之间就差不多叶子很茂密 给它遮住了阳光跟等等那些了 所以阳光呢 也许得很难透下去 所以因此我们的这个 热带雨林啊 底下都是缺乏阳光了 底下都是阴暗潮湿 因为树灌层太厚了 所以底下都是阴暗潮湿了 灌木层是第二层了 就底下呢 所以我们的地表层呢 没有什么植物的 因为刚刚讲过 因为树灌太茂密了 阳光就打不进来 所以底下没有什么植物的 只是一些阳耸啊 土生啊 小树等等 有什么植物 那种什么树种啊 土物种啊 你们自己看了 这下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你看见没有 这个叫做海岸森林 所以你们记得 在那个灯架楼啊 跟朋友一带 这个你们只要看的 这两个地方就是海岸森林 你记得 海岸森林有什么树呢 木麻花等等这些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呢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 那个就是 沼泽红树林 咸水的 ok 咸水的哈 沼泽红树林了 另外一个是比较浅的 那个是淡水 沼泽林 在湖泊啦 河岸那边的 这是淡水的 OK 沼泽 所以他们的树种啊 等等 像淡水沼泽林呢 就亚达树啦 跟亚达葱林啦 这些哈 最后呢 就是山 不要高山的地方了 那个什么 大汗沙漠啦 库洛克沙漠啦 那个滴滴旺沙啦 沙巴沙老爷之间的那个 三座沙漠啦 ok 所以这些属于山地森林 所以森林 当然它有不同高度 都有不同的植物啊 这个叫做垂直分布 ok 这个叫垂直分布啊 然后森林的重要性 当然想说树很重要 ok 森林的大自然种植物湿 它有这些 通水冷气器啦 ok 因为有树根 树的根 草的根 它可以拱固突然 ok 避免水土突失了 还有就是 进气光合作用 可以调节整个大气 释放出氧气 把不要的二流瓦碳 吸收掉净化的空气了 它能够调节 因为它能够 通过这个把水器吸收 释放枕 然后导致降雨等等 降温 调节整个气温 另外呢 森林里面各种各样的木材 就会给我们有各种利用价值 比如像 红树里面 可以做成木炭 可以做成什么 冷料的皮革 等等 也是草药 还有热带雨 各种各样的硬木 都不作为不同的用品 最后呢 还有就是动物的住所 他们的家 保护管理森林的方式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 这个没有什么 一些国家公园 一些国家公园也是 这是几个比较聪明的 比较聪明的 冒掉自己了 好 我们来看第六颗 人口 好 我讲到这个人口呢 我记得一下 这个要看一下 他有可能 之前有考过 人口密度讲计算的 所以人口总数 你那个地球人口总数 除以他的面积 多少km2 就可以知道 一个密度 一个km2里面 所谓的密度 就是一个km2里面 人多少 多还是少 这个密度高 人很紧 很麻麻的 人口很少 密度低了 这个叫人口密度 所以这个公司 要记一下 要总比较酸 当然人口一定是增长的 一般都市场 除非 遇到战争 或者一些传染病 等等 人口才会减少 像之前的那个 新冠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当时就死了好多人 好 这里还有一个 同学们 就是这里第二段 这里有给你讲到 所以同学们来注意这个 人口增长 主要是看自然增长率 来给你讲 另外呢 人口的迁移 就是你们是搬进来 还是搬走 那也会影响人口的增减 什么叫人口自然增长率呢 就是一般上方 那出生人口 出生他 那出生的人口 就是一千人当中 出生的人多少 减掉一千人当中 你死亡人数有多少 那出生的减掉死亡的 剩下的就叫做 所谓的自然增长率 剩下就叫自然增长率了 看这个来决定人口是 趋下于增长 还是趋下还是趋下于 减少的情况了 好 所以这个 留下哈 这个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当然现在呢 我们当然一般上呢 什么情况下 会有人口增长啊 减少 这就给你们自己留下了哈 好 所以这个公司这边哈 这边有哈 所以为什么要迁移 为什么要搬家 当然这些是 因为要做工 因为钱啊 因为经济因素啊 经济因素咯 因为要做 因为哪里有工作啊 或者哪里有 有好发展啊 人就往那边移了 另外一个是 就是政府的策略了哈 国策啊 政府的发展那个地 政府会开发一些 土地计划 慢慢让人进来 就比如说哪里 这个正塔三角 OK 比如很出名的这个哈 阿伯伯就讲哈 在盆生中 早期没有发展 后来这种 因为这一其他地方 像雪兰河啊 圣美兰这一区啊 人太多了啊 比如或者这个啊 还要把这个 邓教楼啊 吉兰丹啊 柔佛的人慢慢的 这些的乡区的人 发展到这边了 然后一方面政府要开发 这个盆生之后了哈 所以他就在这边呢 就是开发了一个 一个土地开发计划 叫做正塔三角 就这样慢慢的 人就进来了 一般上呢 这种正塔 不是正塔 一般上这种的 发展计划呢 都是他的人口迁移 都是属于乡村到乡村的模式 从干凳跑去干凳的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也会带到这个地方的发展 这边的人口慢慢减少了 舒缓的这边人 不会太拥挤 也让这个地方呢 有发展出来的 好 所以这个是叫做国策 叫做国策技术 也上面就讲 为什么我们要搬家 当然会有工作咯 生更好的条件咯 或者在那里有学校啊 医疗文化 这方面比较好 就会往那边搬 ok 好 这个就想看这些课 好 讲到这个聚落呢 一般上 聚落会建在哪里 当然是有水啊 地平啊 安全的地方啊 ok 这个你们请大家给自己写啊 就是主要的条件 然后聚落的那个 啊 它的形态就是三种啊 对核心型 我三家同学们 应该应该 应该没问题了 就是继续挤在一起了 密麻麻的 比如 例子 看一下了 故事啊 海港 另外一种呢 是属于现状型的啊 它不一定是直线 它也是曲线 总之它是绕着 河边啊 海边啊 铁路旁来建造了啊 看起来就是一个 好像一条线状的啊 最后呢 就是分分分散的咯 那房子是远远远远远一家的 所以分散型的 有一个三类型的形态 然后呢 啊 我们的 乡村呢 城市土地的利用在哪里 这个你可以自己读了哈 这个老师不讲了 然后它的 技能 乡村 城市技能为何 乡村的技能又是干嘛的 ok 这些 我们可以自己读了哈 好 比如说这个城市技能啊 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了 虽然它在延伸知识那边 那至少你们也要知道啊 我们的工业中心 比如代表现有哪里啊 造工中心啊 农产集散中心啊 旅游中心啊 港口 有那些了哈 还有啊 我们的新政首府 就所谓的州啊 州府 在前面讲的第三个讲的 13个州啊 每个州都有州府啊 各州州府 你就要看看位置在哪里了啊 或者是 比如哪个州都不是什么 你们都去记了 ok 这就是城市的技能 ok好 第七个很简单 我们看地方的 交通 好 首先公路运输 它有几个重点哈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啊 它属于门到门 然后可以把货送到你家门口 来说你工厂门口的 一般上呢 就是用楼梨来摘了哈 用车楼梨来摘的 数量不多 别容易变坏的 你要赶快送到的 一般上都会用公路运输 用车楼梨来摘了哈 讲到公路呢 你们大概有个概念了哈 那为什么当初我们会有公路呢 主要是英子民政府 他为了要发展我们的 他们的交系业 ok 要把我们的锡矿三角业呢 收割以后呢 处理好过后卖出去 然后为了为了为了 为了要赚钱收入 所以他们就建造了公路 ok 不过早些公路呢 都是比较短的哈 后来人口增加了 我们公路也就慢慢变成 所以我们的公路有这些哈 这里主要有八条公路了哈 然后其中呢 最长的 ok 这里讲到我国最长的公路呢 就是南北大道了哈 南北黑木山道 西山哈 然后呢 这里 给水 像西马公路就还排盆处了 四通八达 我们东马就很可怜了 你看东马你看沙巴 主要的一条东西大道 我们沙拉越 也只有一条哈 人西美丽到北京 也只有一条 半破大道 所以西马就比我们东马 幸福太多了哈 他们公路至少 有连到各大主要城市 还有啊 这里要是讲一下 我们的公路很多都是属于南北走向哈 你看东西有可能就这两个 就是D的东西大道跟 西的加勒大道还有F 东海岸大道 很多呢 都是南北走向 主要是因为跟我们的地形有关 因为我们的山脉啊 OK 应该怎么讲 我们的山都是在中间 我们的山都在中间 你看山都在中间 这边所以呢 我们很多山脉都是南北走向 沙拉越主要是因为内陆都是山 OK 内陆都是山 沙巴也是内陆都是山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路的 我们内陆就是沙巴 上面都是照着地啊 山高山地区 所以里面看没有路 我们的路就是那几条 靠海地方 好 就是这样 我们的铁路运输呢 所以铁路的特点就是 它是 就是在一些比较大批出众的 运都货咯 载人再货都可以了 但是铁路不好 铁路 铁路好的比较就是 它比较便宜 然后呢 它比较不受天气 因为它有车厢 就算下雨啦 怎样都刮风都好 它都可以送货 所以是一般上呢 我们会运输一些的 油棕啊 木材啊 它换产本的了 就是用铁路运输了 所以讲到铁路呢 早期也是短短的 我们铁路也是短短的了 主要早期也是 因均的日后 为了运输西况 把内陆的西跟橡胶 运到各大港口出售 所以呢 铁路早期呢 也是短短的 只是后来人口增加了 城市增加了 慢慢铁路才延期 把它做长了 衔接起来了 好 所以我们的铁路呢 是成什么字型呢 你看看这个图样 我们是成Y字型 Y shape 特别是西马 你看沙劳月 完全没有铁路 沙劳月是完全没有铁路 沙巴是短短的 所以主要呢 如果讲铁路线呢 主要是在半岛 马来西亚半岛 有个Y字型铁路线 所以我们记得 这个金马市这个地方 金马市这个地方 它是东西铁路的交汇处 然后通到新山 然后沙巴就是从米拉拉到雅比 沙巴结路主要是 现在沙巴结路没有在人 它主要是在货 在什么呢 木材跟神经 从内陆再到雅比跟KK 在Kotakinabaru的港口去 好就是现在的 青块铁路 相信我们住在半岛 小西马铁路 你们应该很熟悉了 所以这个是青块铁 主要是因为 解决 那个 交通阻塞 减少空气不软 加上你们 那边人口够多 所以呢 政府就可以发展青块铁 我们东马呢 人太少了 然后加上地形关系呢 我们呢 就没有青块铁 然后 然后 水路运输呢 就讲到 就是港口 港口 水路运输好是 水路可以在很重的东西 因为船 它可以在很笨重大件东西 它不好是呢 它是 它时间很久 它的 它的时间要很久 因为你根本不懂 去知道 哦 对 它还有好就是 它便宜咯 它占很多 量大 又便宜 不好就是 它时间呢 也不讲不定的 OK 可能讲这时候到 可能呢 因为海上的风浪大等等 就拖远了 所以讲到水路运输 刚前面的时候讲 我们沙巴 沙老院呢 水路运输很重要 因为我们陆路交通不发达 沙巴的金南巴达岸河 沙老院的拉烂江 OK 这个就很重要咯 对我们来讲 然后主要港口呢 就是所谓的 货币乡的港口 就是container 大型container 这些咯 这里有六个 OK 六处啊 包括我们东马 一个明渡路啊 所以巨大的港 八省港 看到吗 在这边 明渡路呢 是液化天然气的 速度的啊 然后飞机 航空运输 航空就是 当然 它给跨越各种平衡的爱 但是它只能在一些轻型的 轻便的 来贵重的 要快的 当然它价钱贵了啊 好 这是通讯 网络 改善了 这个啊 然后讲到这个呢 通讯的话 当然讲到卫星了 现在呢 你看 现在我们能够直接这种上课 就是因为 卫星的 因为有了卫星啊 卫星所发展 这五处 记得一下 它在哪里啊 然后卫星的 它的作用如何啊 等等 这些都 一下这边都有讲 都有说 还有这个就是 多媒体超级走廊 所以当初啊 当然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现在很多都电脑化 电子化了 这些同学们可以看了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对我们现在来的 已经很普遍了 电子政府啊 医疗啦 他经营学校 现在都是属于 我们现在上多的课 都属于经营学校了 然后有IP的 电子商务啊等等 好我们来看第九课 好第九课这边呢就是 要告诉同学们 就是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产业啊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第一集呢就是直接从啊 这边得到比如说做物啊 得到某种换场啊 直接拿到的 第二种第二集产业呢 有通过加工 有经过加工啊 有经过工产 process出来 第三集呢是属于服务业的了 各行各业的服务 服务 社会大众服务 我们的人群 这是第三集行业了 或者叫服务业 所以什么叫粮食作物 粮食作物那边呢 就是东西种了 就是给国人吃跟用 不是哪里卖的哈 不是哪里售卖的哈 也叫粮食 经济呢就是 中的目的是哪里赚钱 要卖的 比如说经济作物 可以有中橡胶 这些咯 是个例子了哈 啊 就是粮食就是我们 如果是热带国家 就是稻米咯 如果是温带国家 那就是小麦咯 OK 就是粮食 所以我们的稻米 讲到稻米呢 所以你们记得 我们这边呢 记得平原 你看吉拉丹三小庄 四根庄 OK 这些地方哈 都是主要的 特别是吉打平原哈 是我国的米昌 好 我国的米昌哈 啊 这里有那个水坝等等 摩达河 灌溉计划啦 有国度水坝 都在这边 所以给大量的水盆灌溉 所以它一年给种 两到三十道 还有吉拉丹三小庄 也是种水道的 这里还有一个哥母布 OK 哥母布的那个灌溉计划 就 它足够灌溉计划 足够的水盐 它就是中了 这是我国主要的水道 这是油中呢 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了 现在不止西马 东嘛 现在也是越中越多了 油中 讲到中油中 OK 刚好是忘记讲了 水道要用冲击土 知道哈 冲击土或者是棉土 在土地上 那么油中呢 是要用砖红土 跟橡脚一样 还用砖红土 而且还在斜波丘陵地区 水里陆地区 就是油中 橡胶也是一样 好 这是橡胶 虽然可以用油中的条件 差不多 另外除了橡胶 油中 稻米 当然还有这些了 还有很多这些 注意一下 这边 猪病是甘蔗 白眼纳土 是椰子 金马轮 还有这个沙巴 昆达山在这边 所以同学们你们自己加进一下 OK 这里也是有哈 昆达山 昆达山 沙巴昆达山 它也是种植 这个 它也是P跟S的 温带的蔬菜啊 植果啊 都在这边 OK 这个补充一下 好 只要那三个钟 除了种水道 还有燕草 巴拉登的燕草 这三个地方 是种黄梨的 OK 还有 古近那一带沙老爷 很多是种胡椒的 木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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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树耳 沙巴族这边 山达根 拿土 主要是种苛刻的 OK 这些代表性的 所以繁长农业条件 就看我们地形等等这些了 我们有不同地形 我们高低 有不同气候 就可以做不同东西 土壤 我们有 我们马来西亚有四种土壤 葱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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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黄梨 沙子土呢 可以做一些的 叶子啊等等这些 老公科技也都是 还有国的漁液 OK 我们发展漁液的条件 这里注入一下 我们呢 有 笋他大路盘 在哪里 这边 灰色的地方 灰色的地方 就是南中国海 其实他也是选他大路盆 这里有大路盆 大路盆 什么叫大路盆呢 就是这个 大路盆是一个前海区的 你要像这样的 这个种叫大路盆 它是前海区 OK 所以呢 阳光可只透水底 可以进行一些 这些植物可以进行一些 光合作用 里面呢 就有一些的 鱼类的食物 鱼类的食物 在这边出现 所以在这里呢 是主要的 鱼区 主要鱼区 这个大路盆 它不只有鱼类 它底下有些地方 它有很多的食用 所以特朗性也在底下 OK 所以这个是 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 有大路盆 大家有选他大路盆 第一个条件 另外呢 就是 我们的海岸线 你看不管东马 西马 我们走进去就是海 我们海岸线够长 OK 海岸线够长 还有就是 像马六甲海峡这边 马六甲海峡 因为呢 它不受风浪 不管东北季风 西南季风都好 它不会冻到这边 你这里一整年12个月 风平安静的 OK 不受季节限制 都可以用人工饲养的方法 去养一些 鱼类 淡水 或者鲜水 都可以 所以这三个原因 这是我国鱼业巴达的原因咯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 那个 鱼岗 好 所以自己同学们记得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的鱼业有两类 我们是以这个 30海里 看到吗 我们以30海里 作为区分 这是海岸 OK 到这边呢 就是30了 所以这些都是为前海的 可以用小三半 小船 都还捕鱼的 可以当天来回的 当然 油货量比多了 如果呢 我们是要捕多鱼的话 那个要出大海了 我们所谓大海 所以那个是30海里以外的 所以那个是30海里以外的 那个叫做鱼业 鱼业 当然我们要用拖网法 这个是铁骨 比较多的鱼 当然你的遗传设备要好的 又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些池塘 人工饰养的方式 鱼业养一些 淡水鱼虾等等 用人工饰养的方式 好 我会鱼业全解 你们自己读了 这个 有什么 好 第10科 所以我国的工业 我国的矿业 国的矿业 当然主要目前是石油和天然气 目前还有石油 其他矿产已经没有了 所以目前石油天然气 所以这些都是在南东部海带 都是在南东部海带 其他地方很少了 所以这个我们出口到哪里 我们的炼油厂 提炼厂 有西马的有吉利底 我们东马的有明古鲁等等 这些了 出口到什么国家 这些 西矿 好 现在早期有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不过 你们记得了 曾经在金党和流域 发生的流域一带 都有大量开采 习惯 开采系的方式 当然 当然除了一些 系啦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矿场 不过很多 这些都其实也是没有的 但是曾经我们有过 所以我们看一下咯 大概它在哪里 什么矿场 所以我国的能源 我国的能源主要是有 目前是火能 火能就是要用火来烧 我要加热了 要进入加热才能够发电 像石油啊 煤啊 天然气都是火能 水力发电 水能 还有太阳能 太阳能 目前还在发展中 还没有很普遍 比较普遍的是火能跟水能 所以我们的火能概念 就是要燃烧到 石油 煤 天然气要拿来烧 加热才能够产生能源 这个叫火能 发电产有这些 然后水力发电 好水力发电 你们除了知道 记得一下 这个发电厂的名称 还有他们在哪一条河上 OK 所以这边都有写 看到没有 同学们这边 看到没有 陈德罗 OK 毕丽河上游 有这个陈德罗 天蒙尔水霸 邓家楼河有 可治水霸 OK 那个沙拉越 古巴河有巴达爱水霸 沙巴巴达四河 有丹南巴尼水霸 等等 每条河跟海水霸 之间的配对 你要记得一下 太阳能 太阳能 我们没有 没有 没有 在发展中 生物能也是 也是在发展中 就是一些地方公共 种 马力加 柔蜂 生物能工厂 然后呢 就是工业活动 汽车 汽车业很早 在马哈德鲁那时候的年代 早期都已经开始了 跟日本一起很多汽车了 当然汽车业的发展会带动很多行业 然后在最后一段 提高 作业机会 国家科技发展 培养专业人才 刺激 汽车的零件 塑造 组装等等 石油化学工业 某些我们石油可能性 还是很重要 它用石油可能性 来发展 来制造各种各样东西 这个还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 我们要看这个 在哪里 制造 做钢铁 钢铁还是我们制造大型的东西 机械等等 船都是要用钢铁的 比如在 沃哈拉 那个什么 北赖等等 这些地方都有 有产品加工 这是经过工厂加工的 然后呢 这个当然这个图也重要了 135的 这个你自己要看 有个地方 制造什么 这些西马的 然后东马的 在这边 136面 这些 发展工业条件 好 位置 有没有支援 一些 然后 人文就是人为的 有市场吗 有market吗 有工人吗 设置设备工吗 政府有没有鼓励啊 等等这些都是 好 好 我们看 第10页 国家出化剂 这个主要是讲 我们的旅游业 旅游业呢 算是我国的另一种 另一个行业 可以为我国带来大量收入的 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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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我们的各行业 运输啊 酒店啊 娱乐啊 等等这些了 提高国家形象 制造各种就业机会 旅游业 旅游业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旅游景点 好 这个没有什么哈 这个很很快 好 我们看第12颗 好 所以啊 经济活动当然 不管农业 旅游业 工业都好 总之它会带动我们的 聚业机会 也让我们工作做 国家也会有钱赚 你可以卖东西 做东西拿来卖啊 ok 地方也有发展啊 比如像西加末啊 居卵啊 安顺等等 是因为有种业 发展起来的 在老师住的美里 我们是因为石油业 发展起来的 明渡乳 是因为天然气 ok 吉利底也是因为石油业 ok 然后 有这些工业活动 有这些经济活动 地方上就有发展 然后当然 工业科技就提升了 都是有相对的 然后 对环境充剧 当然就是污染啊 有进步当然也有污染啊 空气污染啊 水源污染 肯定是有的 ok 酸雨啊 突然污染等等 或者要开发 你要破坏一些资源 然后 当然 我们要一定要发展 一定有进步要发展 当然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 尽量减少我们的破坏了 所以 比如 控制污染呢 控制污染源 尽量不要烧 不要烂酒垃圾 尽量废物回收 多利用 节液能源 省电等等 管理好我们的土地 森林资源等等 不要破坏 让我们的后代 继续享用啊 还有多种树等等 这些都是 现在的趋势 我们要发展经济 但是我们不可以 破坏我们的环境 因为我们要顾到 我们的下一代 要不然你现在做完了 破坏完了 以后他们就没有东西 好 OK 好 所以 大致上呢 所以今天 好 所以今天老师就先 我们就先讲到初一了 好 我们就先讲到初一的 然后剩下的呢 初二的老师 初二 初三 尽量在明天讲 明天看能够讲完吗 OK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老师帮你们的 帮你们今天的复习 你们有学 或多或多 到底学到一些了 OK 好 同学们 我们就明天继续了 好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